憲哥跟黃子教 原來他們的宿願已經很多年了 他之前跟吳宗憲一起主持 一個天天樂翻天的一個綜藝節目 憲哥是說當時呢 通常我們主持人前面會掛一個大字報 早期是用手寫的 大字報很大很大 然後工作人員故意把吳宗憲 憲哥的大字報遮住 所以就造成他不知道 接下來RUN DOWN的走向 也不知道接下來該接什麼話 所以就造成所有的鏡頭 都會放在黃子教身上 其實有兩個主持人多半都會有一點點勾心鬥角 在6月19號那一天呢 黃子教因為射入了性騷擾這個風暴 他錄了三段影片 其實他的用意本來是要跟這些受害者道歉 可是這三段影片波及了演藝圈 有將近13個藝人 所以他就神隱了一個月 他是在7月19號昨天的晚上10點鐘 他發布了這兩萬字的懺悔文 好 我們來聽他怎麼說 我們來聽他怎麼說 6月19傍晚 我才真正地醒來 但還沒有恢復說話能力與思考的速度 行動也緩慢 跟許多影視作品縮嚴的一樣 我當時過度情緒化 無法拼湊現實 只有極不清楚的無意識猴音 接著我哭泣 看著我的太太 我跟她說了第一句話是 為什麼要救我 為什麼 對她而言沒有為什麼 對我而言一言難盡 但為什麼要救我 小燕姐說沒有原諒沒有工作 那麼這兩萬字能夠得到原諒嗎 這兩萬字顯然是為黃紫嬌 要回到演藝圈做一些準備 為什麼這樣說呢 這兩萬字裡面有三分字的篇幅 都在提到孟耿如 各位知道嗎 7月20號今天是孟耿如32歲的生日 黃紫嬌選擇在7月19號 發布的這一篇懺悔文 也似乎是送給老婆一個非常特別的禮物 為什麼這樣說呢 在這個文章裡面 她提到6月19號那一天的中午 黃紫嬌把三段影片都錄好 然後準備PO到網路上去 接下來她想結束這一切 當時孟耿如是在外面開會 所以孟耿如是沒有看到黃紫嬌 發布的影片 但是孟耿如有心電感應 她覺得老公不太對勁 所以她突然就從這個會議室 衝回了當時黃紫嬌在的地方 因為她強調不是在她家 然後找到了黃紫嬌之後 她是衝破那個木門 你可以想像當時的狀況 因為孟耿如也不知道黃紫嬌 發生什麼事情 那黃紫嬌又沒有回應 她撞破那個木門 看到黃紫嬌的狀況之後 趕快打119 然後把她送醫 其實在這個過程當中 黃紫嬌是意識不清的 到現在為止 當天的細節她不太記得起來 當她送到醫院做了縫合 醒過來之後 她看到她的老婆 她第一句話竟然說 你為什麼要救我 你為什麼要救我 所以這整個懺悔文裡面 都凸顯了孟耿如 是在什麼樣危急跟痛苦的狀況之下 去救她的老公 然後黃紫嬌又說 她悶在家裡沒有辦法出門 所以她就問了孟耿如說 你會不會覺得在家裡很悶 太太跟她說沒有關係 我愛你 現在這個文章有獲得很多人給黃紫嬌加油 可是各位 其實大家是基於同情孟耿如 因為孟耿如在整個事件當中 真的受了很大的委屈 那說到為什麼黃紫嬌一直積極希望能夠回到演藝圈 還有一個壓力 是因為她在2016年買了這一棟1.2億的豪宅 到現在為止要付很多的房貸 包括大概幾十萬 再加上因為黃紫嬌她不是一個人 她有工作的團隊 這些團隊都需要生活 所以黃紫嬌說法是為了團隊的生計 她必須重新站起來 黃紫嬌3.0會做更好的人 但是大家買不買單現在並不清楚 那順便你看大家買不買單呢 以你的經驗 因為你也是在娛樂圈已經這麼久了 看過大風大浪的 我認為大家會買單 會買單的原因不完全因為黃紫嬌 第一我剛剛提到孟耿如為了老公推掉了戲劇 她有一個畫展 她其實本人也沒有去 但是有一個很重要的人去了 就是張小燕 大家知道在演藝圈 張小燕就像是一個 定位非常非常崇高的所在 為什麼呢 因為很多在演藝圈的這些主持人 幾乎都是小燕家族出身的 那張小燕一路走來一直栽培黃紫嬌 包括黃紫嬌在第一行出狀況的時候 所有人都打給小燕姐 小燕姐也說了 沒有把她交好 我心很痛 我對不起大家 她50歲的身體是5歲的情緒 她沒有準備好 沒有能力 沒有原諒 所以沒有工作 各位會覺得 她的師父都沒有原諒她 所以她怎麼可能進來演藝圈 回來演藝圈 各位 張小燕對黃紫嬌來說 就跟媽媽的存在一樣 那我問各位 我今天小孩出錯了 我會跟大家講說 給她一個機會 讓她回來 大家不會給她回來 但我今天先打她育耳光說 她就是不好啦 她不好啦 她不要回來 不要原諒她 你們會不會原諒她 憲哥這一招用過 她兒子的時候也是這樣嗎 那妳講兒子 為什麼一直指著我 這現場 妳比較像我兒子 就類似這樣的概念 所以大家看到張小燕 打小孩給外人看 對 一定要這樣做 所以大家看到小燕姐 都是這樣了 會不會願意原諒黃紫嬌 所以這個可能性就變大了 但是各位 這一篇懺悔文 我覺得大家忽略了一個重點 她講了13位藝人 對不對 是 她有講說 我跟這些被我波及的人 我致歉 阿官 她致歉喔 她有說 我講的東西不對嗎 你有沒有發現 這是很大很大的問題 她講了 誰誰誰吸毒 有沒有 是 她講了誰誰誰 感情觀有問題 誰誰誰 金錢觀怎麼樣怎麼樣 她講了13位藝人 她有說她講的不對嗎 她沒有 她只有說對他們致歉 她說了兩 因為對我波及 沒錯 她講了兩個理由 她說我講的這些人 有些是我當年談戀愛的時候的一些經過 意思是說我沒有說謊 是我談戀愛的過程發生的事情 那有一些 我不是當事人 我是不小心知道的 包括她去講Sandy 吳三如喜歡許光漢這件事情 所以她意思是說這13位藝人我沒有說謊 所以在這個當下很多人都去問桃子 問大小S 問這些被波及人 沒有人願意回應 所以將來要怎麼去面對不知道 可是有一個人很快會回應了 因為憲哥明天會到Sandy來 他會回應 為什麼這樣說呢 憲哥 你好像是搞他嗎 對 憲哥跟黃子嬌 原來他們的宿願已經很多年了 而且這個宿願是在 大家都知道黃子嬌很早進入演藝圈 也很早就紅了 他之前跟吳宗憲一起主持了一個 天天樂翻天的一個綜藝節目 當時這兩個人呢 黃子嬌比較紅 吳宗憲也剛從演藝圈崛起 那各位我問你 一個老鳥跟一個菜鳥 老鳥難免會有些動作去壓住菜鳥 為什麼這樣說呢 憲哥是說當時呢 通常我們主持人前面會掛一個大字報 早期是用手寫的 那大字報很大很大 然後工作人員故意把吳宗憲 憲哥的大字報遮住 所以就造成他不知道 接下來RUN DOWN的走向 也不知道接下來該接什麼話 所以就造成所有的鏡頭 都會放在黃子嬌身上 其實有兩個主持人多半都會有一點點勾心鬥角 這件事情憲哥可是記在心裡 天天樂翻天之後呢 大家會注意到是黃子嬌跟吳宗憲 又一起主持了什麼 超級星期天 當時是大堆頭的主持 包括了張小燕 包括了哈林 于成慶 然後黃子嬌 很多小燕家族 唯一不是小燕家族的 是吳宗憲 當時憲哥 各位不要忘記了 憲哥是唱片歌手 他當時需要到校園去唱演唱會 跑完一團校園 然後來到錄影現場的時候 他說通常都累到睡在那個道具間 等到正式要錄影的時候 大家也沒跟他RUN 所以他有點是邊緣人 那我問各位 小燕姐在那邊 哈林在那邊 佼佼在那邊 那憲哥站最長旁邊 所有的話他們都講完了 那憲哥要講什麼 所以為什麼憲哥 但是憲哥會自己小飯吃啊 厲害了 憲哥就說嘿嘿 然後既然你講話了 那那個鏡頭就會對到他臉上 所以為什麼憲哥有一個口頭上 嘿嘿嘿嘿 是因為他總要提醒導播 我在這兒啊 你要給我一個鏡頭啊 我還在沒有錯